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你们都可以有链针 我小时候搞搞我楼下三个好东西 斗猴斤 我们以前那些楼下堂 有只那些混血堂 斗猴斤 咬咬到我 懲罰又没有了 哪个分析 不是那条腰 那他就给了五碗东西 我家人真是对陪罪 又懂得夾 我说你两个 我家里说 那你给了两碗东西 你怎样 你找一些狮子油 找一些狮子油 找一些狮子油 找一些沙布 贴住它 贴了整个月 才慢慢迷口 但大家又捏得很淡 这么厉害的狮子油 那你最喜欢消毒 那些狮子油 那些狮子油 因为这些案子 我真的作为新闻报导 也作为港版 也希望劝大家 两兄弟 駕駛川奇忍者 Kawasaki Ninja 是跑车 是电单车 和老友駕駛Tesla 去游车可 结果出事 好了 昨晚凌晨12点半 死者两兄弟 大哥 即是哥哥30岁 弟弟24岁 和早前一位朋友 坐一部Tesla 在区内 即是他们的元朗 消遣 其后有人说 不如去游车可 于是乎 就载两兄弟回去 去屯門的御所 买了几个月的 川奇忍者 就是Kawasaki Ninja 23X6R的电单车 男死者 即是哥哥 駕駛的电单车 弟弟 和Tesla 一起去大唐山岛 即是 其实真的是自己玩 未必是快车 去到 被雨停堆开的时候 电单车就是由左至右 奇怪的是由左至右 一般来说 我们全超车都在那边去的 就想越过Tesla 谁知道是失控 就撞了我 南岡 司机乘客 双双 拋出 哥 即场死亡 弟弟 现在情况严重 OK 今早那些家人 就去拜祭 照雲露祭 也都未把 塞了 短暂的记忆 即是坐车的弟弟 即是哥哥死了的消息 跟我弟弟不讲 这些新闻 除了我无常以外 就没什么好说 但是我真的要这么说 你说什么 电单车很危险 什么 什么 皮包铁 铁包皮 这个是铁铁包皮 就真的是老身常谈 但是特别是 你们操控那辆车 不是很熟 譬如你是新牌 或者那辆新车 霸力大 是很小心的 老实说 真是老老的说一句 真是皮包铁 那辆车又凶 你又未熟得好 那新闻 会不会是你想要超速的时候 一被油 一被油 爆出去那一下 就失控 他比你 这些真是很惨 三兄弟 一个走了 大哥 这个不是大哥 而是二哥 死了 和弟弟非常好感情 大哥在隧道做交通独道 就是二哥 另外昨天 旺角尼也和例子角度交界 在这里对出 怪不得这么失车 旁晚有只猫 是猫仔 无论端端 人家的巴士停了车 296C 他就捐练到始创中心 对开他手 捐练到车底 幸好司机见到 于是乎 立即停车 就想捐练到猫 途人都帮了手 但是猫会跑来跑去 于是乎没办法 报警 结果警察来到 消防也来到 又找猫狼狼去 都搞不定 终于搞了一个多两个钟 很好笑 你这么说 途人就帮手 但是猫 老实说 它引引一下 真的很烦 猫仔 多人去害怕 害怕 对不对 结果最后终于搞到他 受市固影响 OK 附近交通 一度大擠塞 擠塞了一个多两个钟 整条尼顿道 塞死了 咯 那当然是有人搞了 但是这么说 这样搞也没办法 我认为是这样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三四十年前 是否会停车 是否这样死去 或者现在有没有人搞呢 我永远都不知道 但是 我们从这些小事看 香港人 这些质量 真的在大陆城市里 这些事在大陆发生会怎样 我又不敢说 因为我看过大陆新闻也有这样 如果你明知 你开过那辆车 会随着死一只猫 你又怎样开 是的 问题是 如果一群人都好 是一大堆人都来帮忙 都是会这样的 就是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 甘地所说 民族对动物如何 其实也彰显到那种质量 很重要 最好有很多不同的人 自清的猫 真是很古怪 好了 这里真的奇怪了 九龙城寨衛城 大热 原来 在东冲日东村的街市 它有一个内外装囊 是用九龙城市 做设计概念的街市 我真的不知道 即是说 它不是因为这套戏 但是它的设计 一直是这样 其实这些是很OK的 我不记得了 去台湾也有见过 去日本也有见过 去韩国也有见过 去很多地方也有见过 有些商场 或者古墨 它专门里面 是装修了 我不记得 去台湾 是装修了 在几十年前的装修 报上学局 甚至去年去马拉的时候 过年 都看到他们 在商场 那里 放了很多 过中国年 都是那些 那些怀旧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永远都会吸引到人 那这个东西街市原来 那当然了 这些东西街市 那一定是公司经营的街市 来的 那 因为 这个街市 看到九龙城寨的围城 那些东西 所以 香港街市 就是你的集团 就把日东街市 这个九龙城寨的主题街市 打卡 衛星卡 有很多 好 OK 那欢迎大家 就是去 去打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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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式油桶等等 還重返七八十年代九龍城寨 而最重要的是他還有一個11米高的飛機在上空 是由夏宗健先生為香港街市製作的 的指摘飛機 除了指摘之外還用很多布 揭線 加上電腦科技去合成 那就是你們如果去這個地方的打卡位 因為他見到香港街市 見到城寨這麼修得 這次他就專程要在戲裏面做四仔 就是做AV的那個張文傑和魚蛋妹 王韻清去日東街市拍了一些照片 也都有一些優惠 就會在父親節裏面 說為了活化和傳承香港的街市文化之外 也都想慰勞一下一直增強為家庭付出的國外爸爸 所以有很多優惠的 父親節什麼時候我也不知道 優惠一就是由即日起到6月16日 反正去到香港街市成為會員 而消費滿338元 我也不知道怎樣成為會員 就會送限定的父親節禮包 話說回來 我最近在執貨場 他就在那裏很生氣 那些客人就在那裏問他們做什麼 因為我又會出現了 我不知道放什麼貨 現在的決定終於找到放什麼貨 之前我轉倒了 因為我覺得他要我給運貴 但是如果我是想著 都不是想著用來做生意 我可以決定放什麼呢 他就是有一種修道遠啤酒 從德國出的 修道遠出的啤酒 是修道遠出的 是修道遠出的 他有瓶裝 有玻璃裝 有罐裝 不是很貴的 就是一般十多元支 很普通的東西 但是呢 他釘帽子那裏很棒 有一些是這麼大的 就是這麼大的罐 用來活開水後就可以喝 都不是很貴的 大家很重的 你普通人你 會不起的 但是我用來 白領我們可以用來打你做錢 而且他說其實都可以賣的 因為是送貨的 那些人不肯給運費的 他說很多人呢 看球那些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文化 他就買一桶 5L 很快喝 放在桌子 我想一下 我找Kitty看看他有沒有喝 那些人要 歐洲國家杯你買了沒有 沒有 我也沒買 我也沒買 不是啊 我要去到最後一間 當然啦 甚至乎 不是便宜的 要我逐一塊錢 要逐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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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不送給我呢 以前送的 現在你逐一還要給錢 歐洲國家杯有沒有包 還沒收到國家杯 不可以 不可以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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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包一塊錢 而且是成千元的 這麼貴 好像是成千元 那一百多元 我都不知道 雖然我給得起 但我覺得很老老土 但是沒有辦法 你說真的 如果你的球員 我這麼有錢 那些錢給我來 你們就來 原來英國比香港還貴 即使當地看英銷 真的要利用那些收費電視 買一碗338元 就是送一個禮包 父親節禮包 就有啤仔一罐 綠仔糕三個 還有魚蛋半瓣 我說半瓣很多 因為父親節當日 即是6月16日 也就是Joey的生日 44歲 612嗎 616 626 6月16日 1980年6月16日 就是我們香港的天后 容祖兒的出生 到今年6月16日 原來已經44歲了 如果不說 你們真是看不出來的 如果不說 你還覺得她好像 剛剛出道 2000年出道的Joey 仍然是這麼天真 和秀麗 甚至乎更秀 那些 好了 那天 父親節當日 你去打卡 就免費請你吃魚蛋一吋 限量100吋 好心地不要這麼孤寒 100吋 很噁心 好了 一位三 父親節當日 就用復刻價 去買一些懷舊美食 包括 1元 那瓦仔糕 限200件 我現在還要買到3元 2元 一件白糖糕 很容易酸的 我真的不知道 8元半磅 城寨風味魚蛋 全部都是限售的 還有10元一份 城寨叉燒飯 一位四 什麼會員積分 那些我不說 城寨叉燒飯 由即日開始 去到東涌街市 日東村 其實就可以去到 這個城寨主題街市 6月16日 就是Event 那天 就是終於三日 下午3點到3點半 那麼短 那半個小時 是呀 我想那天全日都有的 應該 不過那半個小時 可能會有 因為為什麼呢 說找到四仔 張文主理的 Swaakim 在父親節當日 應該是那裏 武術表演 那裏 重現九龍城寨 圍城的經典動作 場口 這樣說 我們看照片 值不值得去 我覺得挺有趣的 室內 不錯 但是這個是不是很窄呢 他不覺得像城寨 但是上面的飛機那裏 其實是真的 這個是 就是 那些什麼地方去都是 像九龍城 老實地說 我們去到外國那裏 說什麼什麼 其實都是這樣 我們不要說 下一個地方 我們是沒有去救香港的 再去 德哥菜餐廳 像九龍城 岩前衛道 岩前衛道 其實就不關九龍城大事 岩前衛道 是假橫的 跟他parallel 那條假兵達道 先是九龍城寨的外圍 就不關事 但是你說像九龍城 那你們要抽水都要 唐樓的意思 那這個 他說是九龍城寨主題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了 再去 城寨也不是這樣的 其實是九龍城寨 你說是九龍城寨 就是這個主題 下面那些應該是舖 但是有些特色的 就是做了九香港 有些特色的 這個大市 我也不知道 東村都這麼享受的 原來 好 這裏就說有日九 這個應該都是外圍來的 垃圾層 在外圍 有垃圾層下面有個ER 說會不會發國offer 這個 在英國周圍都是 這個圍桶 好的 好 做個照 你看到四仔在那裏打卡 好沒有 最後 其實魚蛋妹 現在已經帶過了 讓他去拍城市 畢竟是三幾年 都是小 都是十歲八歲 好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好 回來講完最後一段新聞 之前我們報導過 楊曉瑜 早兩三個 半年左右 我真的不記得 去年說過 他就是香港史上首位 奪得世界拳擊 理事會的 亞洲拳擊金腰帶 因為 OK 是啊 四月今年 就是早兩個月 他在泰國贏了東道主的選手 OK 厲害 但是今天又再傳來接報 他 也在泰國 出戰世界女子拳擊協會 即是世界拳擊協會 即是三大拳擊理事會 的其中一個會 女子協會就是 Boxing Association 應該 即是WBA 排名第一的坦華拉 但是打了十個回合 結果 檢數一次裁定下 三比零 就裁定去擊倒對方 拿到超初兩級的金腰帶 成為香港第一個 包括男女都好 的職業拳手的世界冠軍 美女 趙晓如 我上網去找他的個人資料 都不多 因為可能他還未 可以有人跟他接觸遺棄 我想今天開始就會有 其實他在大學 我記得是讀中大的 酒店和旅遊管理 但是他也在大學才開始學空手道 畢業之後 他就決定去學一下泰拳 還有學一下Boxing 挑戰自己 在二聯國際賽也贏過 擊敗蒙古的拳手 都是到了去年 前年 現在是二、四年 二、二年前年 夏天才轉做職業賽事 到今天 贏了這一場冠軍 金腰帶 世界冠軍 都是打了六場 之前打了四場 就已經贏了亞洲冠軍 今年四月 現在兩個月就贏了世界冠軍 我不知道 是不是女子的競爭力這麼大 但是競爭力這麼大 都要突圍出來的 世界冠軍 但是經理人安排得好 我看那些照片 他笑口形形的 但是就有些戰鬥格的 其實 藍也看到的 即是看到的 不是你什麼大 都是有些人看到的 但是厲害了 大哥 世界冠軍 六折六成 希望稍後時間 他們會多些關於他的資料 我記得 他拿了亞洲冠軍的時候 接受訪問 就說 希望他這個冠軍 可以令到多些人 關注香港運動員 他都不是這麼合藝 說拳擊 發展和生活 實在是很艱難的 是吧 這個就是 小儒 鄭就 就是來講 但是 你是女生 那些 寬面後頸 你現在看不到 那條頸粗 很緊要的 超錯量級 應該是 你看她的肥肥 但是 我不知道女生是怎樣 我想可能是 五十四五十公斤 就是八一二磅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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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先回來 看拳擊 雖然那些拳路變化 那些 始終 輕盈兩級的那些 快一點 但是 你怎麼也看 就是 中 兩級或者 甚至是 重量級 你始終 板板聲 都是好看一點的 雖然 他的動作 可能 沒有那麼快 好 謝謝大家